在悠闲的周末下午台中市街角最近变身了 在绿意盎然的美术园道聚集了许多知名的糕点咖啡名店 让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慢活的滋味 这里已经变成了下午茶一条街 台中美术馆前的绿园道一向都是台中民众休闲散步的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 不过如果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喝个下午茶 吃些好吃的台中糕点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台中市政府就一次聚集了许多台中的民店 推出下午茶组合让民众享用 户外这样吃 对啊 感觉还不错 而且现在天气也没有很热 对面感觉跟店里面不一样 比较自然的感觉 而像这样一组来自不同店面的下午茶 有杯子蛋糕 香醇咖啡 草莓优格等组合 在店内卖的话要四五百块钱 而配合活动民众可以以两百五十块钱就能够享用 大概预计卖到五百份是可以的 其实是没有限量 那如果这样准备下来我们会再赌货进来 对 能够体验台中从容的生活态度 享受慢活的生活步调 又能吃到许多不同风味的糕点 在繁忙之中享受一下这个小小的幸福 记者唐炯赵正林 台中报道